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先走啊 再见 你给我等一下 人家不要这么抱抱 你说话就说话 您扔什么东西啊你 我扔东西吗 我还扔东西 我是vivo X20全面屏手机 拿个破斧子糊涂我你 破斧子破斧子 而且我这是星药红圣蛋 限量版里和外面根本 买不到买不到 12月12号预售 还金斧子银 金斧子 银斧子 我吐槽大会嘉宾等着要 等着要你 你 你 哎呀 这次我来 破河水 有请吐槽大会策划人李旦 没得访问的戴军 超人妈妈胡可 中国脱口秀一姐斯文 综艺老天王吴宗宪 脱口秀界的Superstar池子 365天天天送祝福的海国庆 好 虽然咱俩是第一次见 但是我还是想冒昧地问一个问题 咱俩谁知道 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这是我当时买的 两张我是女王的电影票 能不能给退一下票钱 这样吧 我的利息一块付给你 好的 368加100块利息 不是利息 是精神所害的 在你们家里 秦浩怎么叫你 婆 好的 你们讨论过 你和小米丽谁美的问题 她有一天看着我女儿 然后突然说 哎我们家米丽这种是大美 然后忽然回头看我说 她不像她妈妈 是俗美 她其实也知道你美的是俗气的 带块手筋嘛 带块轮筋 你怕我哭啊 对带块轮筋 在你这儿就得叫轮筋嘛 好不好 别这么说我 你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全面屏手机 冠名播出 人生充满段子 记录每个样子 感谢7亿人都在玩的 短视频APP快手 联合赞助播出 自黑市门艺术变美就用音术 本节目由音术 法国松了碗面膜 特约赞助播出 听书听客听段子 本节目由4亿人都在听的 喜马拉雅APP赞助播出 首付1万月供666 本节目由买车比买包轻松的 陶车APP赞助播出 看美国电视听中国吐槽 感谢美国美声小鲜肉 不可知电视 对本节目的玩命支持 打开腾讯视频APP 首页搜索吐槽大会第二季 更多幕后精彩花絮等你来看 逆光以清晰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Vivo X20全面屏手机 冠名播出 连选充满段子 记录每个样子 感谢寄人都在玩的 短视频APP 快手联合赞助播出 自黑市门艺术变美就用音术 本节目由音术 法国松露碗面膜 特约赞助播出 有请副头队长 张上拉拉拉拉 几下便 då 厉害了 厉害了 凌kom 凌表就没了欢喜 你最棒 男人不费 欢迎大家来到由 Vivo獨家冠名的 Vivo 不是说错了 Vivo 欢迎大家由 Vivo獨家冠名的 第二季吐槽大会 吐槽是门手艺 校队需要勇气 我是吐槽大会的主持人 赵二高欢迎大家 是的 是我 我又回来了 胡汉三 你们以为还会是谁呢 还会 谁能比我更适合主持 吐槽大会 我就怕有人说撒背你 所以我为了增加自己的槽点 我专程弄折自己的左腿 对不对 谁能比我很 为这个东 拐都拿起来了 让棍站一会 首先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吐槽大会 和上一季一样 每期我们都会请到一位 人生阅历非常丰富的公众人物 来到这个现场 邀请他的圈内好友 圈外路人 大家一起以脱口秀的方式 相互吐槽 并且最后还要在 所有人当中选出 吐得最好的那一位 叫做本场talking 规则就这么简单 而今天的主角是谁呢 伊能静 一说伊能静 马上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印象是什么 伊能静就像童话故事里的公主 但是我们从来不知道公主在干嘛 对吧 这就很像伊能静这些年在娱乐圈的状态 我们都知道他在 但是我们都不知道他在干嘛 那么究竟这些年他在干嘛 见鬼了 了解一下 见鬼了 伊能静出道之后呢 去给大家有公主一般的这种形象 他永远保持着一个像一个少女的心 我有公主梦 我们家全是蕾丝啊 玫瑰花啊 然后香香的啊 我很爱装嫩 我会一辈子做少女 哪怕只是一个老少女 2015年男友情号向其求婚 熬了那么久 上天的日子 你给我一个比我小十岁的 哈哈哈哈 进来呢 被好友发出了 没有修过片子婚礼现场的照片 矮胖的水肿的 就这样赤裸裸的无修图的摆出来了 说到伊公主 必定会想到作为公主的通病 刚煮病啦 伊公主简直是哭无止境 放开 爱哭的伊能静在达人秀当个评委 她比歌手还会掉眼泪 在旁边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当然这样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在节目的初期是不错的 但久而久之大家会觉得 会不会太夸张了一些 公主病的话 我觉得我有资格 她的演艺圈也是公认的才女 有歌手 演员 主持人 她做得太完美了 没有女人可以这样子 是 我是 但是没有想到 才女也有脱财的时候 被耳尖的网友抓到念错字 2014年伊能静首次指导的电影 《我是女王》 肯定要大卖的 拿很多奖拿到熟人 电影上映惨遭滑铁卢 简直不忍直视 拿很多奖拿到熟人 平日里 她的微博除了晒娃就是鸡汤 我很正能量 然而伊能静遭到网友无情吐槽 少在这给我装剩假白莲花 近日伊能静与网友掀起了一场 心风血雨的怼战 并连发数条微博进行怒斥 并且还丢出了一份律师声明 以表决心 本来就有一些人是不喜欢你的 你做什么他都不喜欢你 我会一辈子做少女 哪怕只是一个老少女 来吧 有请今晚的主角 伊能静 在哪儿呢 人呢 人呢 拍照吧 我看看好不好看 好看 赶紧出来吧 Vivo X2是谁拍谁好看 好看 静姐 静姐 不叫我公主我不出去啊 什么 静姐 不叫我公主我不出去 不叫我公主我不出去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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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呢 不叫我公主 都咱们 旅行 不叫我公主 公主 不叫我公主 我公主 我公主 一声 我公主 我公主 一声 我们吐槽大会的公主 行了吧 满意了 满意 可以开始了 再叫一次 不要 好的 公主 我小时候就知道易能静 你看你们不相信 我小的时候就知道 易能静有一个组合 叫非英三叔 非英三姐妹 这三姐妹 时至今日 还把自己叫做少女的 只有一能静 好 干嘛 四十八了 真的 你干嘛不去参加 那个少女组合 SNH48 对不对 他们靠的是人数 你靠的是岁数 知道我们吐槽大会 第二集要开播 不少明星送来了花篮 祝福 而蔡国庆不一样 她送来了自己 蔡国庆 行走的花篮 流动的祝福 还有戴军 欢迎戴军 戴军当年主持过一个节目 叫超级访问 很多人看过吧 当年也算红遍大江南北 而且很多年 节目做到什么程度呢 就几乎娱乐圈 当红明星 都上过她的这个节目 比如我 你们鱼什么鱼 我也主持过很多节目啊 对不对 比如今日说法 我主持的今日说法这个节目 就不是谁都能有资格上 除了献哥 对不对 献哥这些年 当被告生孩子 做LED 有破产 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 各位 她是为了观众朋友们吗 不 她是要向债鼠们证明 她可以把钱还上 胡可 我的前辈 主持人的前辈 胡可的丈夫 沙翼参加过 上一季的吐槽大会 很多朋友都记得 沙翼的代表作是 《武林外传》 胡可的代表作是 她和沙翼的两个孩子 对 就老有人说 胡可没作品 我不爱听胡可 人家胡可的如意传 马上就上了 马上就上了 对啊 是吗 胡可 到了那个时候 没有作品的压力 就到了一能静身上 还有斯文 斯文脱口秀大会的表现 太出色了 是吧 把夫妻过成兄弟的那个段子 挖在网上光微流传 你知道现在就是年轻夫妇 去离婚 就民政局的阿姨都会劝 真的 离婚别冲动 对吗 先回去买个上架 不注意一段时间 试一试再说 还有两位 大家熟悉 喜爱 也是我熟悉喜爱的 李戴和池子 我想提醒一下 你们二位的身份和状态 好不好 上一季的吐槽大会结束之后 这一年呢 参加了各种综艺 现在还算素人吗 不算 现在也不能算素人了 好 那么就让我们通过这一季的努力 见证他们两个 重新回到素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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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涵 所以闲话不多说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吐槽嘉宾 素人李戴 签授 李戴的新书签授 李戴签授 签授 签授 蔡老师 签授 蔡老师 签 新书 蔡老师新书 大家欢迎李戴 第二季 这个观众朋友们肯定都希望能比第一季好 对吧 我们当然是也希望 你们能不要有这样的希望 这个做不到了 真的 你看主持人 做不到了 古曹大会第一季是中国综艺史上 我们无法超越的经典 大家就不要误会 这里的我们指的就是我们 我看人家别的节目超越的挺好 都是我们超越 我们玩完没有希望 这个证据之一就是蔡国庆老师又来了 干嘛呀你 潮回家看看呐 上次玩完之后我妈就跟我生气 嫌我没给她要签名 然后我就我孝顺的 就从此之后我就一直惦记着 还说我要再上哪个节目又能碰到蔡老师 是吧 我就不去了 确实不想要 今天没办法 一会麻烦你给我妈写几句话 落块就写永远爱你的蔡大哥 其实蔡国庆老师确实是我妈的偶像 那我的偶像就是吴宗献 献哥 我总说我小时候时候从小 小时候就希望长大以后 能做一个像献哥一样的人 现在呢我也长大了 好开心自己没有做到 好开心 当年献哥这个被华安抱出来 那个什么隐婚啊 有四个小孩啊 很尴尬闹得特别 这个献哥 这个世界上比献哥更恨华安的 估计就是献哥的四个孩子 啊 我爸是吴宗献 我不接受 拿花是吴宗献拿的 这怎么处啊 戴君 别傻 马上到你 君哥我也是我朋友 忘年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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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联的演唱者 阿联呢可能大家不知道 阿联是一首跟365个祝福 来自同一历史时期的歌曲 回去可以听一下 当年是红遍大江南北 有一回就一个主办方邀请戴君呢 去演唱会 说的是拼盘好多人 结果到了一看呢 就他自己 很无奈 连唱个八遍阿联 真的 真是 唱到第八遍的时候 台下一个观众扔上来一把斧子 你说这个观众也是 怎么回事 听到第八遍才发现难听啊 还是听完第一遍就出去找斧子 小老师 有可能啊 有可能 虎渴 我国著名的 母亲 确实嘛 对吧 除了两个孩子 确实没有什么作品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他 那这样吧 咱们就直接把目光聚焦到虎渴的童年 虎渴小时候 被他爸用冻带鱼打过 真事啊 这是真事啊 我那叫冻带鱼什么能起啊 冻带鱼 难怪是嫁给白斩堂 喜欢会武术的男人 还有一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叫小鱼儿啊 这个就是外公给起的名 怀旧 哎 你们这个虎渴被冻带鱼打过这么悲惨的身世 一能静老师 你听完这个不敢动吗 不想哭吗 这跟你当评委的时候就不一样啊 方姐 那我再跟你说啊 他还有一个从小就当演员的梦想 还不想哭啊 那他爸这种啊 会使用动带鱼的高手 真的不打算招进中国大人兄吗 考虑一下 考虑一下 一能静老师爱哭也不能怪他 确实是从小就不容易 爸爸呢欠下巨债 他十四岁啊 十四岁的时候就靠着洗盘子 给家里还上了一千多万 你听完 真的是想雇他洗盘子 全世界洗盘子最好就是你 你他应该上中国大人兄 这个经历比较坎坷 年纪很轻的时候呢 就去那个餐厅里表演 当时演出环境也很恶劣 台上有这个跳女王啊 这个讲婚段子的主持人啊 后台还有什么打牌的 婚段子的主持人 对对对 人一能静就坐在一个角落里 看张爱玲 这在那个时代 这就叫出于你而不然 在现在就叫戏经 爱玲也不然 那么爱看书吗 这我就怀疑 要不是主持人打完这 他就肯定站在舞台中间 张爱玲跑这么高 生活是一席 花美的城堡 我能看懂张爱玲 我跟你们不一样 读到高兴出海唱 我们不一样 原创啊 我们不一样的原创 怕了怕了 你说他经常在网上被人黑 我估计就是因为 他跟我们不一样 是吧 打赏这个戏剑 你骗得高 秦浩骗不给我们 你秦浩还是太年轻 你呀 你就是 你比伊能静年轻了十岁啊 他们说的 不是我说的 我觉得你俩很合适啊 这个其实 这个刚刚大家也看到了 人家伊能静老师就说过 要做一个永远的少女 所以你说人家什么戏经啊 什么圣母啊 爱哭啊 这那的 就少女嘛 很正常 我觉得伊能静这辈子 绝对是 做好了一个少女 除此之外 什么都没有做好 谢谢大家 我李大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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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死我了 李大 李大 你刚才说 伊能静是永远的少女 少女的特质是什么 就是爱哭 所以伊能静拍过很多的哭戏 据说哭到眼角开裂 真的 真的吗 哎李大 这种开眼角的方法 你可以试一下 真的 真的 刚才我还 刚才我还忘了问你 你刚才嗷嗷嗷嗷那嗓子 啥玩你不一样 不是 这个最近挺红的是吧 好多人都听过吧 这个歌 但是 但没有人知道原唱是谁 就是非常好听 非常励志 非常洗脑的一首歌 所以呢 在这个快手APP上 没说完呢 什么素质 快手APP上 十个短视频 有八个配乐都是这首歌 七亿用户 每个人都想玩的 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都用这个歌 你也别打听 你就好好听阿联德 就是 你听阿联就可以 阿联 都不能说这两个字 一说了之后 就阴魂不散 盘旋不已 干脆我们下一个就让戴军盘旋出来 好不好 好爱 好不好 其实你们刚才光说医能尽苦 人家戴军更不容易 为了学海豚音 甚至去做海豚训练员 对 而且网上有很多关于戴军的爆料 就说戴军曾经被绑架过 真的吗 真的 歹徒要求他 谁这么不开眼 唱五十遍阿联 没有 是真的吗 这绝对是谣言 谁听五十遍阿联能不吐 突飞那个歹徒就叫阿联 对不对 来吧 有请任志戴军 你能车对他工作者 那个 差距法门看过没 没回过 阿联阿联都听过吧 我明白 能不能帮我走江湖 我知您工作者 诶 徐智 哎 他们 他们都到了 就等你 就等你了 来 旁边吃 旁边吃 你回来吧 这就敏心 能以为我们你的敏心啊 喂喂 哎呀 你们来接我一下吧 我没工作证 我进不去 哎呀 可以可以 老人家还好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 任志戴军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 带来五十遍阿联 好 好 阿联 阿联 不开玩笑 因为今天要跟着 李诞后面来讲这一段 真的是压力很大 但是有一点是真实的 我真的是当过海豚训养员 训练海豚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并不是 我跟你们说 非常简单 只要你找对了海豚 来来 李丹 来 池子 来 站起来 起来 坐下 起来 转海圈 非常简单 来 掌声送给他们 好不好 只要你找对了海豚 人人都是渲养员 咱们再来一次 好不好 张绍刚 不要 起来 所以说 不是什么动物都可以渲养的 这得要看智商 智商不够 不能渲养 那今天来到这个节目压力很大 因为有谁啊 吴宗憲 憲哥 那是我们主持界的大哥大 天王 憲哥是个很敬业的人 他每天早上起来要看十几分报纸 打个报纸一看 先看娱乐版 呦 没我的绯闻 OK的 再看财经版 啪 呦 我没破产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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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版 看法律版 呀 我没被告 哎呦 OK 放心 我可以出门了 蔡国庆 蔡老师 最近我和他 还有Selina 一起上了一个节目 叫 拜见小师傅 那来了一个小师傅呢 是玩双接棍的 蔡老师就特别想拜他为师 他就跟他说 小师傅 我和李连杰是师兄弟 蔡老师 您说人家李连杰 对吧 一身功夫 你会什么呀 对不对 人家别的武馆来踢馆 李连杰上去迎战 你就在后面说 师兄 一年有三百六 出去了 一年有三百六十五招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谁 一能静 他这个人我是挺了解的 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 就是爱哭 如果说女人都是水做的 那么一能静就是一片大海 每次吵架他一哭 情号就要听到海哭的声音 不管你在台湾怎么样 吐槽大会这个节目你不能哭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上海 北上广不相信眼泪 大家都知道 一能静小姐前段时间拍了一个电影 名字非常霸气 我是女王 投资方投了八千万 最后票房一千五百万 投资人是谁 乐视影业 真的呀 诶 大家现在知道了吧 真的啊 真的啊 这个贾跃亭远走美国 不是没有原因的 哎呦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幕后工程 一能静 哎呦 当初啊 秦昊是影帝啊 大家知道非常了不起 追求一能静的时候 一能静就很担心 我们两个会不会有未来呢 他就给秦昊 发了很长一封信息 里面写到 我是大静 不是小静 我有一个孩子 我比你大十岁 影帝的智商很高啊 他算了一下 女大三 报经砖 女大十 除一下 三点三三三三三 除不尽啊 说明这个幸福无穷无尽 所以呢 祝福两位幸福 无穷无尽 谢谢大家 我是戴君 这是个司仪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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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戴君啊 是做婚礼司仪做多了是吧 逆光也清晰 照亮你的美 本节目由 Vivo X20全面屏手机 独家冠名播出 人生充满段子 记录每个样子 感谢七人都在玩的 短视频APP 快手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怎么样 斯文老师 我是不是练得特别好 我为什么不问 他们其他人的意见 我专门问斯文老师 因为下面要上场的 斯文老师真的就是 上一期吐槽大会 我的老师 我的脱口秀 真的是斯文老师教的 确实是 他可能是觉得 教学效果 不大好 今年决定亲自上 有请斯文老师 来 张开了 戴主 书卖得挺好啊 你从小就喜欢 您主持的节目 多年前的事了啊 今天来脱口秀 向您学习 就是不敢当不敢当 前辈前辈 向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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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抓住了 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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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斯文 我也爱你 哈哈哈哈 刚刚 少彤老师说 我是他的辅导老师啊 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乱说 这下好了 都知道了 对吧 所以我今天呢 我要给大家道歉哈 张绍刚 我没教育好啊 其实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啊 我一直最苦恼的问题 就是我的身高 但是我觉得 我和献哥为人很热情 刚刚一见 我就一直在安慰我 嘿嘿 不要担心啦 爱怕什么 你看献哥 啊 这么多年来 一直打篮球 做运动 吃增高产品 还不是长到了一米六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呀 但是呢 献哥啊 虽然人矮 但是头很大 哈哈哈哈 就这么说吧 假如献哥被食人族抓走了 食人族的首领都会说 哎呀 这个头太大了 可能要一头三尺啊 哈哈哈哈 我非常喜欢蔡国庆老师 非常的英俊 大家可能不知道有个八卦 就是当年 纳英还追求过蔡国庆老师 哎呦 哎呦 但是 蔡国庆最喜欢的是 纳英的姐姐纳欣 当时的场景是这样的啊 蔡国庆老师对纳英说 我虽然很喜欢纳英老师 但是我选择的是 纳欣战队 哈哈哈哈哈哈 当时啊 纳英特别生气 因为呢 她听到前半句话 她已经坐个小车 从山坡上冲下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我非常尴尬你知道吗 但是蔡国庆老师很有礼貌 她对纳英说 哎呀 虽然有点遗憾 但是我今天 还是决定给你一个 出彩 还有虎可老师啊 虎可杀艺呢 是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妻 据说他俩当初 第一次接吻的情节 非常老套 当时这样的啊 沙依在虎可的身边说 看那边 然后就亲了上去 但是我听了这个 我不太相信 我觉得虎可老师 不可能这么傻 这么好骗 对不对 我认为当时的情景 肯定是这样的 沙依在虎可身边说 看那边 冻带鱼 哎呀 这个包袱 大家可能知道啊 就是虎可作为一个女明星 经常在微博上 半夜发自己的素颜 未批高清大徒 就很多人想不明白 一个女明星 为什么要这样 但是我觉得 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 这肯定是沙依发的 沙依当时想的是这样啊 不是都说我老吗 我觉得要让全世界 看看你虎可的真面目 对 还有张少刚老师啊 张老师呢 最近不小心 把腿给摔断了 但是他呢 非常的努力 还坚持带上上课啊 网友们在微博上看到 张少刚老师 拖着一条断腿上课的照片 都在下面纷纷留言 哇 好感动啊 做完许下的愿望 今天就实现了呢 最后是我们的主角 易能静老师啊 虽然现在年事已高啊 但是 哎 干嘛 太直白了 太直白了你 但是他呢 还特别喜欢别人 叫他公主 现在我们的易公主呢 也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他在北京定居了 我在他家呢 就住在公主坟 谢谢 谢谢 易能静老师呢 特别喜欢在微博上 发表自己的观点啊 每次一出什么事 哇 他就第一时间 跳出来发表自己的评论 搞出很大动静 所以说呢 搞的网友每次 在他微博下面纷纷留言 你不是叫易能静吗 你能不能静静 我看你不叫易能静 你叫易不能静啊 其实说了这么多啊 我非常的喜欢易能静老师 我觉得每一个女生 都要像他一样 就是不管什么时候 都要努力地追求 自己的幸福 而且我觉得他也给我 树立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 如果我再婚的话 我一定要找个小鲜肉 最漂亮的孙恩 快走 都天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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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云 照云 我还不会 你们看过那个《了不起的挑战》吗 看过 看过 哎 你们发现了一个吗 很重要的信息 就是那个节目除了杀艺 虎可的历任绯闻男友 黄晓明啊 刘烨都上了 真的吗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 重新再看那个节目 那个节目的内核是什么 比武招亲 对不对 里面最大的挑战就是虎可 最后挑战的失败者 是杀艺 这个逻辑就对了 是吧 但是呢 我不希望传这些 这些都是八卦 对吧 而且都是绯闻 人家大家现在各自 都过得很幸福嘛 比如 黄晓明 人家娶了安吉拉宝贝 虎可 成了安吉的妈咪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安吉的妈咪 不可 当然了 录节目其实是其次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很多的节目 能在这儿叙叙旧什么的 葵花点缺手 小样 我在家能收拾两个 还收拾不了你吗 我算是终于知道为什么张绍刚老师的腿会摔舌了 安吉的妈咪 安吉的妈咪 大家好 我就是著名的妈妈 虎可 大家都知道啊 沙鱼来过吐槽大会 但是她特别不懂事 上次来的时候呢 什么都没拿 所以今天呢 我来了之后呢 我特意给这个张老师啊 池子呀 李旦呢 带了点家乡土特产 两箱洞带鱼 那个别客气啊 尽情享用 话说这洞带鱼带上飞机确实也不容易 那是名副其实的冷兵器 我们不会用 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冷笑吗 现在呢 有一些妈妈群经常在里面就讨论那个带娃那些事 我是觉得吧 这个教育这事呢 是配对的 你是什么风格 你教育的孩子就是什么风格 这东西啊 我觉得学不来 而是平常经常看看群呢 为什么呢 我是想看看啊 到底是哪位妈妈这么积极呢 一看 蔡国庆老师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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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国庆老师那首365个祝福真的是特别的好 我经常用她来教育我的孩子 我就跟她说 你知道一年有多少天吗 365天 一年有365个日出 那你知不知道每隔四年有一次润年是366天呢 孩子听完之后很生气 他说 366天 哼 多出来的那天你得不到蔡叔叔的祝福 带君 是我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以前啊 他主持超级访问 大家都知道哈 后来呢 超级访问就不做了 带君也没有什么机会曝光 他心里就特别着急 没了超级访问之后的带君啊 真的是超级想接受访问 今天还有吴宗宪献献哥 我的偶像 献哥做节目从来不彩排 也不恩机 因为他要坚持一个原则 那就是越出错越精彩 越好笑 所以献哥为了把生命献给喜剧 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惜一错再错 最后是一能静 静姐 我跟静姐其实挺像的哈 我们都比老公大 我比我老公大三岁 网上呢 还经常有人说呢 我们俩都是晒娃狂魔 那是因为我们觉得自己的孩子可爱 那才晒呢 好东西嘛 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晒过自己老公啊 再说呀 晒孩子这事儿 就是你不晒 也有别人帮你晒 比如献哥吧 经常都是别人晒完了才发现 哎呀 这是我自己的孩子呀 所以献哥经常自己感慨 孩子这东西真奇妙 越晒越多 其实我跟静姐呢 一起录过一档亲子节目 当时来录制的时候 那静姐拎着十三个箱子就来了 我一看呢 我好紧张啊 我就过去安慰 我说 姐 你这是怎么了 不会 不会是被姐夫给赶出来了吧 我就跟你说 找老公怎么能找小十岁的吗 找小三岁的多好啊 哎呦 你们看啊 虽然静姐平常都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特别的精致 但是一带孩子做节目呢 穿着拖鞋就来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同样作为母亲的我是非常能理解的 因为在这个时候 对她最重要的不是美丽 对她最重要的是米丽 谢谢大家 我是虎可 好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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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啊 有什么好说的 非说人家伊能静比秦浩大十岁 你不也大三岁吗 中间不就差区区七岁吗 其实你知道在这两段婚姻关系里 我羡慕谁吗 我羡慕那俩小年轻 对不对 一个抱金砖 是不是 另外一个抱着无尽的幸福 对吧 而我 只能心疼地抱抱自己 怎么地了 怎么地了 李大 我心疼地抱抱自己咋吗 一会儿我好好抱抱你 我煮这根拐我抱抱自己 你就能笑成那样 你是没看见他 特别好笑 接着笑好不好 听书听课听段子 本节目由 四亿人都在听的喜马拉雅APP赞助播出 首富一万 月宫666 本节目由 买车比买包轻松的陶车APP赞助播出 蔡国庆最近参加了一个节目 在那个节目里面 她为了和孩子们亲近 同时她又姓蔡 她就跟孩子们开玩笑 说我要改一个艺名 我的艺名叫娃娃蔡 娃娃蔡 蔡老师 五十多了 怎么了 按照您的辈分 即便是蔡 也应该叫外婆蔡对吧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外婆蔡国庆 哈哈哈 啊 啊 耶 耶 哎呦 哎呀这吐槽大会这么危险的地方 上场之前我一定得热着身啊 加油加油 可以可以来一个再来一个走走 哎呦来这这这这啊 什么点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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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哎呦我天 还五十六十 在服装面膜 轻松地上场 我得懂 把另外一条打折 把另外一条打折 只能爬过去 大家好 我是蔡国庆 我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吐槽大会 我看一下今天的嘉宾阵容 我说这简直是一个专业主持人的专场 这级别 这架势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张老师 你看到吗 今天我们的主持人队伍有胡可 伊能静 戴军 吴宗宪 这都是太著名的主持人了 所以张老师 你有没有认真的反思过 为什么这么多主持人在这 怎么就偏偏你可以主持这个吐槽大会 优秀 优秀 还是他们不如你 我看你 你行 你真行 我和戴军都是老朋友了 因为我们很早就相识 有一次戴军穿着银光色的红衣服 还有那个橘色的那种裤子 和李静就去了王府井了 他对着李静说 我就要看看 整个王府井谁能验得过我 戴军啊 王府井真的没人能验得过你 是因为你没有遇到 张老师这样的强劲的对手 别说你了 就连我都验不过他 他怎么又突然回来了呢 他那红秋裤都露出来了 谁又在这边上 骂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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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露了 哎呦 太厌 虎可呢 沙翼的老婆对吧 虎可当年和沙翼呢 因为合作电视剧他们相识了 他对沙翼有了好感 回到北京呢 主动联系沙翼啊 提出替沙翼要收拾冰箱 沙翼当时就拒绝了 其实虎可呢 也没有别的想法 他就想看看那沙翼家 到底有没有在冻带鱼 家里没有冻带鱼的男人 我是不会跟他生活在一起的 李旦呢 在吐槽大会之后 上了很多的综艺 上次呢 我们还一起参加了 那个饭局的诱惑 李旦当时收到 这个马东的邀请啊 哎呦 顿时浮想连篇 以为这个饭局 真的有什么诱惑 他兴致勃勃就去了 结果非常失望 他就对我说 这个破饭局 最大的诱惑就是你 哎呦 这李大和他妈的品位 真是一脉相成 在我心目中吧 台湾最厉害的主持人 献哥 你也应该知道 就是我们老蔡家的康勇 那可是一道硬菜 还开玩笑啊 献哥在我心里 还是台湾综艺界的一哥 因为台湾综艺界呢 对献哥的这个 评价也特别的高 说综艺主持人呢 只有两种 一种是吴宗献 一种是其他人 呦 其他人 这个划分的依据呢 就是孩子的数量 我和伊能静呢 都算是这个娱乐圈啊 保养的典范了 大家可能都看不出来 我比伊能静大三岁 张绍刚呢 秦浩大七岁 伊能静呢 比秦浩大十岁 池总现在问问你 这个伊能静 比张绍刚大多少岁 十年前啊 我跟伊能静呢 有过一次合作 我们在录音棚呢 要为中国的艺术节呢 录一首艺术歌曲 当时伊能静见到我 特别的客气 她就对我说 哇 蔡老师啊 我是唱港台流行歌曲的哦 我当然就心想了 你还会唱什么呀 她说蔡老师 你好好教教我 我就在那个录音棚里啊 真的一句一句就教她唱 她唱得简直太酥了 她这样 小时候 妈妈对我讲 大海 就是我故乡 小时候 妈妈对我讲 最后我叼完它 我都被它给带跑篇了 后来我再唱那365个祝福 我都这么唱了 一月有365个日出 我送你365个祝福 哇 这种祝福我告诉你们啊 唱完别说你们不想要 我都不好意思送 虽然不好意思 但我今天呢 还是要把我最真诚 最美好的祝福 送给永远的 撒娇的少女 伊能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是蔡国庆 真烫 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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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刚才蔡老师在说的这个全过程中啊 我听得特别认真 我不禁就想到 带军刚才在前面提供的重要信息 你们还能想得起来吗 蔡国庆以前练过武术 对 对吧 时尚还提跳 他是李连杰的师弟 谢谢带军 你提供了这么重要的信息 联系在一起 综上所说 所谓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蔡国庆当初 可能适合师娘选 把你另外一条可以打断 打断 打断吗 不是都练过武术吗 来打 来打 蔡老师 您不是那么肚量傻窄的人 师娘首先教的就是大姐 说我 下面出场的池子 你们哦什么哦 提起池子 我跟你说我全是起 真的 去年 我看到池子 就在吐槽大会的舞台上 是吧 怼天怼地 年轻霸气啊 是不是 在这一年带着他参加了很多别的节目 干嘛 撑场子吗 结果全场所有的节目到了那就给我 对 老脸丢尽 池子 你就是个窝里横对吧 你上场 你给我来横一回呗 横起来好不好 欢迎池子 没有什么没有签说回去吧 李诞不在 没有他不会写说 你别晃了没有活动 没有你这什么还没有 今天这没有 李诞 李诞 吓一样 哈哈 李诞没来 没来 他没有活动 什么先生会骗你们的 骗你们玩的 骗你们玩的 好帅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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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管管给他们管管啊 好帅啊 大家好我是池子 好 好帅啊 招商招到很多的钱 对吧 今天我一来台上一看啊 放屁 哈哈哈 对不对 你这个钱花哪儿了 你给我说说 对不对 你就在台上就这嘉宾 对不对 你钱你花观众身上了啊 哈哈哈 真是 没有的 哈哈 我就知道没有 啊 那么你看台上的嘉宾 对不对 邵刚老师 李诞 斯文 就我 这太熟悉的面孔了 对不对 都不是熟悉 所以简直就是一家公司的 我跟你讲 哈哈哈 对不对 我觉得还有什么很熟悉 就是我们这个赞助商啊 Vivo 对 Vivo很熟悉 但是今年的不一样 今年的Vivo X20呢 它是全面屏手机 哈哈哈 哈哈哈 这一次啊 张绍刚老师自拍 都不怕装不下脸 哈哈哈 哈哈哈 我的天这是什么 高科技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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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要加钱啊 哈哈哈 演员的诞生 没有 哈哈哈 哈哈哈 掏笑出来啊 大家可能不难发现啊 我们这个主持人呢 还是邵刚老师 还是邵刚老师 啊 也有人说我们这个节目组啊 说为什么这么喜欢张绍刚老师 其实你话也不能这么说 对吧 就是确实是当时就是便宜嘛 就是签约 签的时间太长了 对吧 就是打个比方 就是比如说你双十一的时候 对吧 你买卫生纸买太多了 哈哈哈 你用不完啊 对吧 哈哈哈 你也不能扔 对不对 挺老实的 对吧 你就接着用啊 接下来说我们这个 蔡国庆老师啊 蔡国庆老师呢 也来过我们节目 来过我们节目 就是几个月之前就是 刚来过 对吧 还来 你上次送我的祝福 还剩两百多个 導演组就是蔡老师这样的嘉宾 一年最多请一次 好不好 家里两百多个送都送不出去 谁家里有那么多老人啊 对不对 哎呀 再说咱们这个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 戴军老师确实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当初啊 其实受过很多的苦 比如说在夜场表演 在夜场表演啊 上半场是唱歌跳舞 下半场是驯海豚 很累 很忙 就容易忘事 有一次啊 唱歌的时候 就忘了自己在唱歌 还以为在驯海豚呢 我蹭就跳下去了 底下观众都嗨了 我这小伙子带劲啊 很不容易啊 当时呢 确实是驯海豚也是他 但是驯海豚 那海豚没几年呢 就死了 有几只海豚就死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啊 就是他呢 不但要驯海豚 还要每天给海豚换水什么的 换水是这样 是把水换完之后 往里面加盐 一池子水要加六吨的盐啊 对吧 然后有一次呢 他就是太忙 太累 忘了 有一次忘了换水 直接的加盐了 哇 就一天加六吨啊 那海豚 我倒是猴死的 我跟你说 哎呀 那个海豚最后那几天呀 带军老师还在这训呢 来 跳一个 好 来 转几圈 还转呢 对吧 来 翻个身 对吧 他就发明了咸鱼翻身 哎 你们看过那个带军老师那个爱笑会议室吗 没有 看过 那咱们接下来说献哥啊 我没看过啊 献哥啊 献哥你别看他今天坐在这儿 但是他当初啊 09年 09年3月 就说自己要退出娱乐圈 同年的7月 就复出了 当时他退出的时候呢 说是想专心自己的LED灯的产业 你复出是怎么回事 是你做发光二极管点亮智慧人生了是吗 发什么 发光二极管点亮智慧人生 好 这是我们胡可啊 胡可 著名演员 沙翼的老婆 胡可呢跟沙翼老师两个人很恩爱 很恩爱 有一次呢在一档综艺节目里面 沙翼假扮吴秀波 跟那个胡可搭戏 两个人很恩爱啊 搭到吻戏这儿 胡可拒绝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认出来了 很恩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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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知道 刚才也很多人说过 胡可的爸爸 曾经用冻带鱼打过他 就是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 我觉得可能冻带鱼会火 大家会往上网搜什么 什么胡可爸爸同款冻带鱼 李旦池子同款海豚什么的 我们这就不是图楼大会第二季 我们是蓝色星球第三季 其实本来打孩子这种残酷的 这种童年的经验啊 挺感人的 挺感人的 但是他爸爸用的是带鱼 你让我怎么哭 我想就想笑 我笑半个小时了已经 接下来的 接下来是这个伊能静阿姨姐姐 姐姐 伊能静公主 很感性的人 很感性的人 特别爱哭 中国达人秀上呢 一直爱哭 一直在哭 对吧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个选手啊当时 展现自己中国最强的内线 其实选手在台上表演节目呢 就是刚上台表演节目 表演完了你哭 对吧 有的人选手呢 表演着表演 你也在哭 有的选手还没有表演 你就哭了 选手都纳闷的 这伊能静老师 你那哭啥呀 我看你的表演非常的感人 我还没表演呢 我看你走上台 这个步伐非常的感人 感人 对吧 我 你代入感太强了你这是 对吧 你这步伐看起来很辛苦 我不辛苦 那你有没有一些感人的故事 我没有感人的故事 我没有感人的故事 你连故事都没有 太可怜了 特别爱 但其实静姐呢 确实有一个年轻的心态 对吧 经常说自己是一个少女 老少女 老少女 我虽然读书少啊 但我也是知道老跟少呢 是两个百一词 对不对 你有叫自己老少女的吗 对不对 你什么时候叫我们 叫张上刚老师胖瘦子 没有这样的 对吧 今天台上呢 确实有很多比较年轻的一些长辈啊 就比如说 蔡国庆老师 动灵男神 这个 一能静 姐姐啊 动灵女神 这个胡可 被动带鱼打过的女神 就是你们别老天天动来动去的 但是这个 如果动成带鱼你就不美了啊 谢谢大家 我是迟的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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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接下来要出场的 我的前辈 憲哥 憲哥这个人其实一言以蔽之啊 视金钱如粪土 六亿啊 八亿啊 说负债就负债 不在乎 不还 啊 六亿啊 大家都知道 憲哥是周杰伦的伯乐 知道吧 然后后来周杰伦婚礼不请的 是吧 都知道这个事情 江湖悬案已经悬了很多年了 憲哥 你不用跟我们说 啊 因为我们想听周杰伦说 哪怕是让欧帝模仿周杰伦说 但是 现在我们仍然把这个舞台交给憲哥 让憲哥爽 来 憲哥 我讲 这不行的 我讲这光不行 你要用什么 你要用LED 这个LED啊 它还要环保 然后亮度又够 对不对 这个不行嘛 这个出来的光是死的 我告诉你 我今天我跟你介绍一个好东西 哇 这个太厉害了 来 把它给换了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哎呦 刚刚这个 看了几位好朋友 他们讲的这些话 我心里面是 有点伤感的 没想到吐槽大会 是一个这么恐怖的节目 喂 亲爱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吴宗憲 憲哥呢 我纵横娱乐圈了几十年 从来就没有服输过 嘿嘿 厉害了 但是 但是 今天跟老朋友 一能进 带君 胡可爱的蔡国强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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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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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包的行列裡面 那這我就把它給賣掉了 然後 然後它就變成天王巨星了 這是見鬼啦 怎麼會這樣子 賴君 說您啦 曾經紅遍內地的一個主持人 原來做個歌手啊 主持啊 後來還開了公司嘛 對不對 它可以說是 幾乎是完全複製了我的行徑 對不對 我現在生意做得可好 我前陣子還要賣吸塵器 我告訴你 馬雲都買我的吸塵器 馬雲當時就問我說 欸 吳老師 你的吸塵器有什麼特色嗎 我就跟他講 我的吸塵器是全世界 最貴的吸塵器 當時馬雲就笑翻了 這就是所謂的 人養馬翻 我也沒跟吸塵器有點啥關係 冷冷冷 哎呀 我聽說李旦啊 最近很紅的 嗯 火得不得了 好 內地很多綜藝的同行 他們都告訴我 哎呀 都快請不起他了 我說 我說 為什麼這麼貴啊 難道 難道 這李旦是用茶葉煮過的嗎 啊 一能記 Annie 小公主 這是我的老熟人啦 當年她是組合 非營三叔的成員 這個組合由三個年齡相仿的 青春女孩組成 當時非常火 大街小巷不得了了 今天另外兩位沒有來 聽說是在家裡帶孫子 周杰倫的婚禮 雖然沒有請我 但是 依能靜最近的婚禮 也沒有請我 而且依能靜婚禮的 現場的照片爆出之後 大家就紛紛稱讚 哎呀 不得了啦 旁邊那個女嘉賓都好漂亮啊 高圓圓 是喔 依能靜的臉是不是腫了呀 太過分 於是我親自看了一下依能靜婚禮 上車的照片 哎呀 我的媽呀 真是見鬼啦 哎呀 你這個可愛鬼 最後呢 我要表達對依能靜的敬佩 你能活得這麼傻脫 這麼樣有魅力 都說女人 她就像一瓶紅酒 你在不一樣的年份裡面打開她 她都能夠有不一樣的風味 依能靜就是這樣 她每一年都有不一樣的 玻尿酸味 而且你還找了個這麼優秀的老公 我要再次祝福依能靜 再次 百年好和 再次 永越愛和 謝謝大家 我是吳昌倩 這問題 這問題親愛的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謝謝謝謝 謝謝謝謝 耶耶耶耶耶 謝謝 謝謝 哎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終於到了我們的朱君 伊能靜小姐 太有才華 得一一力數 比方說 伊能靜會做此 對吧 唸奴膠裡 把這個雨扇關金 唱成了雨扇輪金 當年很多的小朋友 因為聽到了雨扇輪金 語文考試沒有及格 並且後來錯了血 對吧池子 就是因為她 還會寫小說 伊能靜 第一本小說裡面 配有她大量的血真 很性感 遭到了大家的詬病 其實我得替她解釋 這是大家的誤會 伊能靜那是獨創了一種風格 在血真裡加了大量的文字 對不對 李淡 書想不想暢銷 想不想大漫 想吧 必須在裡面配有大量的 伊能靜的照片 伊能靜 我搜了一下她在網上的 各種各樣的稱號 伊能靜被稱為 雞湯聖母 向那些為愛而迷惑的女孩子們 來傳授著自己的經驗和感悟 她是一個愛娃狂魔 在她的微博裡面 到處都是兩個孩子的故事 她很有愛心 熱心公益十幾年 身處是非 而不忘真善美 她一直自稱公主 努力要把自己活成一個童話故事 好讓自己相信 我上面說的都是真的 讓我們大家掌聲歡迎 公主伊能靜 好好地聽啊 好好地聽啊 會的 大家好 我就是年事已高 但是還能自然懷孕生孩子的伊能靜 非常開心來到吐槽大會 見到我這麼多的好朋友 比如說 蔡國慶老師 我知道外面有對我很多評語 最多的就是什麼 裝嫩啊 裝可愛啊 動靈啊什麼的 但是呢 我跟蔡老師呢 之前一起錄了一個節目 那個啊 蔡國慶老師才叫真正的 裝嫩跟動靈 在這個節目裡呢 他常會跟小朋友接觸 他每次都會跟小朋友說 小朋友們 你們看 蔡爸爸有翅膀 翅膀 然後呢 他會穿上綠色的衣服 剛剛說你是娃娃菜嘛 他就會說 小朋友你看 蔡爸爸是綠色的 Green Green 他會跟小朋友說 小朋友啊 要跟你們交朋友 我就要跟你們一樣大 我也會吃奶嘴喔 摩摩摩摩摩 今天 我最感謝的就是憲哥 嗯 謝謝他 遠道而來 他說我非常尊敬的一位主持人 很多人都說我是熱搜體制 對吧 那 憲哥 你叫軒然大波體制 憲哥的為人很慷慨 真的 這些是我們女藝人圈裡的人都知道的 他 他的破產呢 跟他的慷慨呢 我想應該也有一定的關係吧 可是他好爽的時候 送出去的東西呢 在他破產的時候 一樣都沒有還回來 但我覺得很奇怪 在我從很小的時候上憲哥的節目 一直到我現在很大的時候 憲哥從來沒送過我的東西 憲哥 我不是你的菜齁 欸 不對 憲哥你送過我一句話 有一次我在飛機上遇到憲哥 你記得嗎 對對對 他說 哎呀 憲哥你最近忙什麼 我說我在拍電影當導演啊 好累喔 他說 哎呦 你幹嘛那麼辛苦啊 站在那邊 漂漂亮亮就好啦 就可以賺錢啦 我說憲哥 你不知道當導演是我的理想 憲哥說 對 做LED也是我的理想啊 OK吧 對對對 這是真的 他說完這句話 我當時心裡就有了不祥的預感 果然電影《我是女王》就扑該了 老闆也破產了 今天還有一位嘉賓呢 是我們一起參加親子節目的 那就是胡可 我的好朋友 她呢其實是這個親子節目裡 應該算是最正常的一個媽媽了 我真的很懷疑這個節目請她來 就是為了襯托其他三個媽媽不正常 常常外面現在有時候都會說 哎 秦先生不愛我 就是因為這兩個人上這個節目的時候 實在太恩愛了 在節目裡呢大家都看到 殺一對胡可 真的百依百順 而且新聞整天都會說 哎 同樣是姐弟戀 為什麼一年間的姐弟戀 是這麼的卑微 胡可的姐弟戀就這麼的幸福 搞得我們家秦先生每次一回家就說 我到底怎麼你了 不過很多人都會說啊 男人在外面的表現跟在家 剛好是相反 所以我想應該你們家的情況是相反 很可能被看出來了 哎呦 今天還有一位嘉賓呢 那就是李妍 欸 對不起 李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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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段時間呢 李淡穿上了秋褲 上了這個巴紗男士的封面 一般情況下呢 時尚巴紗是不讓穿秋褲的 但是李淡的情況特別的特殊 因為當時呢 也只有秋褲的品牌願意贊助 讓他穿秋褲 哦 原來如此啊 今天場上有幾個男人 唉 這都是我的好朋友 蔡國慶 吳宗憲 戴君 張少剛 我覺得他們在一起可以變成一個組合 叫做油膩boy 油膩boy 油膩boy 蔡國慶老師呢 當然是負責boy啦 戴君跟憲哥 你們自己選誰要油 誰要膩 我油 他膩 至於張少剛老師 他負責 求大家不要單飛啊 我知道其實很多人都會說我裝嫩啊 說我給自己瘋狂的P圖啊 還有網友啊 都會跟這個秦先生的微博下面留言說 天啊 秦浩 你早上醒來看到你老婆 你大概都要發瘋了吧 嚇出精神病來了吧 因為他們都覺得我是P出來的 但是我想今天現場見過我的每一個本人都知道 我是真的很瘦 是 真的沒有滿臉皺紋 沒有 沒有 那有什麼辦法 我也很苦惱啊 我就長了一張P圖臉 還有人說我是曬娃狂魔 天天在微博上曬孩子 有些人會留言說 哎呀 越缺什麼 越曬什麼 但我覺得這句話是相反的 我反而覺得是越沒有什麼 你越覺得別人在曬什麼 我覺得呢 其實互聯網的精神呢 就是分享 不認識的人 其實我從來不評價任何人 所以既然我不評價你 為什麼你可以不認識我的時候 就隨便評價我 在我身上是以語言的暴力 然後我還要假裝沒事不怼你 為什麼你可以怼我 我不能怼你 你們說說這是什麼道理 對 很多人會對我的家庭品頭論足啦 比如說有一種苦叫做 你想像他很苦 很多網友都想像 我嫁了一個小我十歲的老公 唉 我每天要在家裡做家務啊 帶小孩啊 我可憐得要命 你會說 唉 她公公婆婆 根本不喜歡他吧 寧可抱狗也不抱他 可是 我可是嫁給了一個 年輕我十歲的小鮮肉 是男神耶 所以我也要說有一種幸福呢 其實叫做 我比你想像中的更幸福 謝謝大家 我就是一個獨立個性我行我素的 一能靜媽媽 你們誰也別想改變我 好 漂亮 漂亮 講段子好難喔 快跟不上節奏 今天在網上有很多你的言行 其實會被別人放大 我們採取的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要去在意 我們該怎麼活怎麼活 今天你其實除了講 講這個不難講得好好 但是最難的事情來了 嗯 要在他們當中 要憑那個talking 因為今天我注意到了 你也沒哭嘛 我沒那麼愛哭 對吧 不 其實愛哭 就今天沒有哭出來 二 四 六 七 說不哭個易能靜 丟人不丟人 來 好 我心裡有個決定了 有個決定了 對 對 對 所以易能靜認為 本場的talking是 蔡國慶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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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感動的哭了 為什麼會選蔡國慶老師呢 因為我哭的那種假件啊 只有這裡面所有嘉賓 只有蔡老師模仿得出來 好的 藍小薇 藍小薇 快快快把獎盃送上來 歡迎藍小薇 謝謝 謝謝藍小薇 紅左頒獎 好榮幸 好榮幸 來給你們個自拍的機會 哦 好不好 Vivo X20 對 全面評 二位自拍吧 掌聲送給二位 來 我們各位都來吧 都來吧 再次 謝謝 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 我們要謝謝易能靜 也謝謝今天的所有的嘉賓 新一期的吐槽大會 現在已經開始了 在這之後 我們會請來更多的嘉賓 是吧 當然了 很多嘉賓你們也不認識 但是我覺得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們認識 騰訊視頻 認識 第二季的吐槽大會 見證更多精彩的吐槽 吐槽是門首藝 校隊需要勇進 吐槽大會吐到你笑 吐槽無高低 逆光也清晰 現在讓伊能靜用 用Vivo自拍同時 和每一個朋友自拍 來紀念這個時刻 好 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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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的光臨 希望我們下一期 大家還能來現場 我們下期再見 好嗎 謝謝各位 各位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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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手机不让玩 就是不让玩 全是赞助商专门送过来的 Vivo X20全面屏手机 看照片这里特别好 每一期我们和嘉宾的照片 发现是一个时期都还了以后 10个手机全部亮起 全亮起 整个手机全部亮起 整整一面墙满满的都是回忆 你想象过这样的场景是 实在 每个月共666本节目由买车笔买包轻松的淘车APP赞助博主 我想来想去我就不该是我啊 但是真的给了我之后呢 我觉得也该是我了 就是实至名归啊 对不对 两个洞灵人 惺惺相惜 他年龄最大吗 正老爱又是中华美德 这这叫什么 这叫大刀 大刀啊 云铁打造其中无疲 这个叫什么 几 几 几月够差点几 还是你有点文化 来看下一个 冻 带 鱼 我这个很神奇啊 我这不是一般带鱼 这是冻带鱼 我跟你讲 这个温度极低 杀伤力极高 可以随随携带 而且让对手放松警惕 哎你们看见我带鱼了吗 什么 我特意给蓝幕组带了 没有没有啊 什么带鱼 什么带鱼 没看见什么带鱼 没什么味儿啊 哎咱俩这好 没见了 这怎么回事 什么回事啊 别别别别 这什么人物关系 这有关系好 对对对 第一季和第二季区别还是非常大 在大家的弹幕下 我成熟 谢谢各位的栽培 哎蛋总你卖书啊 想卖 桌挺大的来分享一下 行行行您坐坐坐 哈哈哈 这出门带带这么多书 是是是 呦 你们俩这卖书呢 唱歌 哎这桌子好嘿 够地儿的 来来来来 哎呀 啊 啊 那一一块儿 对对对对 咱一块儿吧 这么创销 嘿 嗯 大家好 我们就是著名的 UNIBOYS 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段超级油腻的 静歌 肉 音乐 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嘿 左手右手慢动作成果 嘿 这首歌给你快乐 这个 你又没有爱上我 哎这什么情况啊 我都记在心里了 还用记在本子上吗 我是一个有仇必报的人 等着吧 张晃光这嘴就是太毒 尤其是把我说成流动的花篮 我有那么有那么流动吗 我 王炸 哎呦 要不要 要不及 要不及 三个二 没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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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本书给你了 还欠你两本啊 还欠两本啊 还不行 谁死的还呀 但总咱们今天这第一期录的还挺顺的 确实是嘉宾配合 嘉宾都配合 而且不光说的好 还送花篮送祝福 你看你这个 哈哈 这这这太客气 太客气 你这花篮送都摆不下 是不是 而且这啥样的都有 你讲什么样的都有啊 是不是 哎你喜欢那种呢 我也喜欢会动 哎 王宝强不错 王丰 要想上头条 先来吐吐槽 各位嘉宾 请注意 请注意 15年前让你买房 你不信 10年前让你炒股 你不信 5年前让你开淘宝 你不信 今天你不能再错过这个机会 现在只要守护1万块 月供666 就能在淘车APP上买车了 你借我1万块钱 好好我先付付完就借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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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来的 好好好 我觉得李旦挺过分的 逮谁给谁送书 这是吐槽大会 又不是亲书千秀 是 他是在参加这个喜马拉雅APP上 一个叫吐槽下期嘉宾 迎宝盒的活动 邵刚老师这个 挺可疑 也没有资格去 争夺talkkin的荣誉 咱给他在那个喜马拉雅上弄一个吧 弄一个民间talkkin的活动 让他过滑一点